見到警方破門而入 愚姓嫌犯嚇得不知所措 現場發現了40公克的安非他命 但嫌犯卻推得一乾二淨 当时嫌犯在屋内养的三条狗 见到警方上门不断的狂吠 警方在屋内发现插着吸管的塑胶带 追问之下竟然发现 嫌犯为了让狗看管家门躲避警方 强迫狗狗吸食毒品 把塑胶带套住狗头 然后让狗去吸食毒品 让狗精神比较亢奋 然后有人靠近的时候 他就是会警觉性比较高 被毒品控制的狗狗明显老态 也会像人一样吸食毒品后的症状 像是精神异常兴奋 及神经质的状况 里面三只小狗就狂吠 就是像是在提醒主人说有警察来了 他进到屋内的时候 有发现一名愚姓男子 并且在他身边那个桌子上面 有发现一包安非他命毒品 男子自己沉沦毒品 连狗狗都脱下水 行为不但不可取 警方证讯后 依违反毒品罪嫌 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